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 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姐姐于1959年设立 照顾来自印度各地的藏人儿童 成立以来已经有5万多人从这里毕业 达赖喇嘛希望汉藏和平相处 鼓励西藏孩子学习华文 但是儿童村的华文失资短缺 很希望能获得台湾协助 也欢迎台湾的大学能提供奖学金 让西藏学生赴台就读 小朋友唱起藏礼歌 纯净的歌声让访客忍不住 想把美好画面记录下来 这是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 西藏儿童村董事长登桑多杰 向来放的台湾美国华人科学家表示 达赖喇嘛希望汉藏和平相处 鼓励西藏学生学习华文 但儿童村的华文失资短缺 希望台湾可以协助 西藏儿童村前身是西藏难民儿童托管所 1959年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姐姐 为照顾逃避中共政权统治 流离师所到印度的西藏难民儿童设立 发展基金主要学生变成来自印度各地的藏人儿童 目前已有五万人从这里毕业 曾桑多杰希望西藏儿童村毕业生 能获得台湾奖学金 指引学生在台就读开销 但至今还没有学生到台湾念过大学 到访的前教育部长中研院院士吴茂昆表示 台湾近期正推动新南向政策 给予东南亚和印度学生更多奖学金 在印度流亡的藏人 很有机会申请赴台就读大学 装饰记者康世仁达兰萨拉报导 为期三天的达赖喇嘛与华人量子科学家对谈祝目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亲切地用中文和语汇学者道谢 这场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科学对谈 达赖首度和华人科学家展开宗教与科学的交流 达赖强调这只是开始 对谈活动应该持续下去 而最有可能在台湾延续举办 达赖表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 他觉得与华人科学家对谈更加容易 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在最后一天议程 被安排与达赖单独对话 李远哲在会后表示 他代表台湾科学家邀请达赖访台 也表达自己乐于再度与达赖交流 达赖喇嘛过去曾三度造访台湾 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88风灾过后 来台为灾民祈福 谈到再度访台的时机 达赖说要等待北京的正面讯号 至于正面讯号何时来临 达赖只留下未来不可预测的答案 中央社记者康世人达兰萨拉报道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在中国首府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终止总冠军赛 南米狗桃园队抛下蜂王彩带 夺得队史第六冠 完成二连八的赛季 日前与桃园市政府合办蜂王游行 队伍从桃园国际帮球上绕行中立即桃园区 球员们一路上与球迷挥秀 估计吸引两万多位球迷一起分享喜悦 觉得蛮新鲜蛮特别 因为这是自己的第一次 然后就看到那么多球迷 就是跟在车子后面这样一起游行 就觉得很像在竞选在拜票的感觉 对就觉得很特别这样 很开心然后可以就是参与这个游行的活动 然后就是感谢就是一直支持我们 然后很热情然后又很热心的球迷们 然后感谢你们这样从开季一直到游行这个阶段 然后一直陪伴着我们 队伍绕行完路线后 球员一一步上星光大道与热情的球迷握手 并在市府前举办签名会 球队总教练洪宇忠感谢忠实球迷的支持 让每位队员一上场就像是明星球员 大家不停的问他那一种是球员 在场上打拼非常重要的动力 所以我们在出场才会有这么高的胜利 在这里谢谢 谢谢 谢谢 陶游队连续两年拿下总冠军 庆祝活动上教练洪宇忠 喊出明年三连霸的目标 球员们也期许自己更上一层楼 希望自己身体能够健康打完一整季 然后球队能拿下好的成绩这样子 今年的出赛数这么多 其实明年的目标就是把教练交给我的任务 然后我都把它做好 洪宇忠说桃园拿下二连霸自然成为各队针对的假想敌 三连霸的难度更高 所以接下来春训要更加努力 把握机会力拼三连霸 中央社记者张欣伟桃园报导 用选票 用选票 反空屋 反空屋 由多个环保团体八旗的反空屋大游行 三号在凯道登场 今年的诉求除了反空屋议题 更聚焦在中油关堂案上 环保团体不满政府宣布停建深傲燃煤电厂 却以兴建关堂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来代替 换团强调能源转型应该朝向非核减煤的方向来进行 非核减煤绝对是能源转型唯一的方向 也许在我们这一代用电会很辛苦 但是转型过程中必定有这样的阵痛 关心土地关心环境的朋友们 相信我们都做好了这个准备 为的不是只有我们 是为了台湾这片土地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关堂案涉及藻礁保育 游行现场不仅聚集了一群小朋友高唱藻礁之歌 民众更准备了藻礁充气娃娃 以海洋生态为市这主题 学者林慧珍表示 桃园关堂具有7600年历史的藻礁 如此珍贵的生态环境 不应该被开发破坏 藻礁比生胡椒更珍贵 三胡椒每年平均涨1公分 我们的藻礁每年平均涨0.1公分 所以我们现在在大潭 在桃园所看见的桃园藻礁 整体来说已经从文献从研究 已经知道它至少7600年 据主办单位预估游行现场超过3000位民众走上街头 时代力量立委林昌佐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胡友宜 也现身游行队伍表达支持 九合一选举倒数三周 环保团体在选前展开游行活动 希望民众能用选票就绽交 中央社记者赖奇渊台北报道 祝助生态协会 长达一周的低压风暴侵袭意大利 强风暴雨造成数十人丧生 各地灾情惨重 偏远北部约有1400万棵树木被摧毁 大小运河交错的水都威尼斯 水位一度涨至历史罕见的156公分 圣马格广场有如汪洋 这是过去10年来最严重的洪患 而在意大利西北部的萨华纳港口 上百台准备出口的名车马沙拉蒂 因为海水倒灌而淹没 并引爆汽车电瓶起火燃烧 数百辆名车瞬间复之一具 损失难以顾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嗯 来 dzięk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